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新冠肺炎结束了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我们国家最权威的医学明星福奇博士亲口说的 在昨天下午的PBS新闻时报的节目中 福奇博士告诉大家 美国终于摆脱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阶段 我们终于摆脱新冠肺炎了耶 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耶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早就已经摆脱了新冠肺炎呢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有人生病了 反正我是很久都没有听过了 好吧不管怎么样 这也算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坏消息 咱们一起来听 疫情结束了 但是疫苗还得接着打 而且不光是接着打 福奇博士说了 以后得定期打 这玩意就跟那个流感针一样啊 一年打一回 原来这就是为啥 他们一直把fully vaccinated完全接种 这个概念换来换去 到最后干脆就把这个概念取消了 因为不可能有完全接种这回事 这回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想 真的全部都成真了 福奇博士已经亲口承认 疫苗这个东西就是会变成定期接种 疫情不是结束了吗 怎么还让人定期打疫苗呢 不是你就别说定期打疫苗了 你怎么还让人打疫苗呢 如果病毒真的那么可怕 疫苗真的那么有用 那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强制啊 人们挤破了头 也得赶紧把这个灵丹妙药给打上 而且现在疫情的下落 跟疫苗到底有什么关系 咱们就说一说 打了疫苗有几个没得新冠肺炎的 反而他们需要去调查的应该是 打过疫苗之后 出现的不良反应到底有多少 血栓到底有多少 死亡到底有多少 就这一个强制疫苗 不仅让无数的医护人员 警察卡车司机 以及各行各业的人都失去了工作 被公司开除 现在你们还要再来一次吗 而且还是在宣布 疫情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 那左派的医学之神福奇博士 既然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大方向 具体要怎么实施呢 首先在纽约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已经有人跟纽约市提出建议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纽约曼哈顿的区长 Mark Levin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赖的建议 就是要发起一场敲门运动 让纽约人继续接种新冠肺炎的疫苗 他觉得纽约现在接种疫苗这个情况 还是不行啊 虽然接种的比例很高 但是呢都只是限于第一针第二针 那之后的加强针怎么就没人打了呢 他就在推特上面发出了一些数据 他说在纽约打加强针的比例 2月22号是35% 3月22号是36% 4月22号是37% 这三个月的成长比例怎么那么慢呢 在纽约居然还有340万的人没有打加强针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场全市范围的大型的运动 来接触到他们让他们去打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推特说 这个行动我们具体要怎么去实施呢 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所有这340万个纽约人的姓名 地址还有电子邮件 纽约市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 第一我们呢直接就帮这帮人预约好 离他们最近的打疫苗的地方 让他们去打疫苗 第二打电话找他们 或者就直接上门去敲门 让他们去打疫苗 第三就是恢复100美元的奖励 打疫苗就给100块钱 之前纽约市长白思豪上电视吃汉堡 说是去打疫苗的人就可以免费领一个汉堡套餐 现在这个人说还是要恢复这样的奖励形势 不吃汉堡了 这回一人给发100块钱 这钱哪来的 这不都是人民交税交上去的钱吗 你拿着纳税人的钱 一人发100块 逼着纳税人打疫苗 还有他发的推特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我有你们家电话啊 我有你们家住址啊 我有你电子邮件地址啊 你要是不打疫苗 我们就让人打电话找你 我们就让人上门去敲你家门 听到这感觉已经够恶心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事呢 就是得比 这么疯狂的建议 跟罗德岛比起来还算好的呢 在罗德岛呢 现在有几名州议员 正在努力的推动一项立法 就是要惩罚那些不打疫苗的人 罗德岛州的参议院S2552号法案说 所有符合条件的罗德岛的居民 都必须要接种新冠肺炎的疫苗 如果他们选择不接种的话 就会面临每个月50美元的罚款 而且还要付双倍的周税 那如果要是16岁以下的儿童 不想打疫苗 违反了规定 那罚款就要罚他的父母 或者是监护人 那当然了 如果要是光是这样的话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 所以他们呢 在这个方案里面又说 你呢是可以申请豁免呢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一个请愿书 说明你的情况 说你不想要打疫苗 但是这个门槛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这样一封请愿书 就必须得同时 有三名有正规牌照的医生 一起签署 而且必须还要一同声明 说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医疗原因 所以你不适合接种新冠肺炎的疫苗 就算以上的条件 你都达到了 你找到了三个医生 愿意给你签署 并且愿意出具相关的证明 但是法案里面还说 说罗德岛的卫生部门 有权调查 而且有可能会拒绝你的请愿书 那这个方案里面呢 还提到了企业运营 就比如说你是公司的老板 那么老板呢就必须要保证 所有到场上班的员工 都必须要打疫苗 如果要是发现雇主 没有按照要求去执行的话 发现一次就要罚款5000美元 每个国家呀 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美国也是如此 但是很不同的是 美国的问题 常常也是世界的问题 因为不管是从经济 军事 科技 信仰 文化 等哪个方面来说 都是全世界最强大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那么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 最大的 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最强国的领袖 已经一天都不如一天了 下面给大家看一个最近的片段 拜登说 他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 这个词是什么呢 他失智的症状 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如果他只是一个 走在街上的老人 那我就会过去问他说 老先生 你信主了吗 信耶稣灵魂能够得救啊 但是 他不是一个 没事逛逛菜市场 打打麻将的老年人 他是美国总统 他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我们的核武器在他手里 我们人民的安全在他手里 全世界最强的军队 就是等着这样的人来发号使令的 但是 我们现在这位老先生 连所有的政令 法律 强制疫苗 边境危机等等 这些所有在发生的事情 他全部都搞不清楚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他就被人问到说 美国边境管理局的第42号法令的事 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应该知道 这个42号法令呢 是关于我们的边境的 就是为了要避免新冠肺炎在美国突然暴增 所以我们就会拒绝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的 非法的人进入美国 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令 非法来到美国的人被抓到 然后遣返 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之 拜登就问到了关于这个42号法令将要结束的这个问题 结果 他的回答 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他在说什么 就是他的回答好像你乍一听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仔细一合计又发现完全根本听不懂 因为他刚才把强制口罩令跟42号法令给搞混了 在这之后呢 白宫赶紧马上发出声明 说我想要澄清 我早上回答对于记者提问的问题 我再说的是CDC的强制口罩令 司法部没有就第42条法令采取任何行动 对我们都发现了 我们也知道了 拜登跟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除了刚才这个尴尬的场面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尴尬的事 他会跟空气握手 这样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能够做出来的吧 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左派是极力的试图要启动宪法第25号修成案 这个修成案说的就是 如果要是总统变得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时候 那么他就要卸下他总统的职位 当时他们用的理由是川普是个神经病 那么现在的拜登呢 怎么就没人提说要启动宪法第25号修成案来罢免他呢 甚至奥巴马在白宫的医生都已经喊了好多次了 说要求拜登马上要接受精神和智力方面的检测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我很同行拜登 但是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运转 如果我们的总统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答案就是极左派的信奉者 不管是拜登还是贺锦丽 还是老妖婆Nancy Pelosi 或者是白宫的幕僚长Ron Klein 内政顾问Susan Rice 或者是国防部的Jake Sullivan 都是出了名的无能 而且每一个都是极左派的信奉者 这些都可以从美国现在的政令 还有在推动的法案全部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边境危机 停止42号法案对我们百害而无一例 甚至就连一些脑筋清楚的民主党人都不想要终止 稍微有一些理智的民主党人 新汉布什尔州的Maggie Hassan 亚利桑那州的Mark Kelly 他们全部都在说一定不要终止Title 42啊 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 从麻州来的伊丽莎白沃伦一直在那里喊说 我们就是要停止啊 Title 42 is not 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and it doesn't keep us saf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plans in place to deal with people who are asking for amnesty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at the border but keep in mind we need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that's something all the Democrats are on board for 那么当一个总统的脑子已经停止运作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那么他属于的那个党 最疯狂 最无耻 最无能 而且喊的最大声的那一方 就会赢得整个党 甚至可以规定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不只是在美国 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最可怕的事情 号称最自由的左派 现在在把我们关在笼子里面 我们没有选择要不要打疫苗的权利 我们只有选择是否遵守 如果遵守命令 我们就可以继续上班 继续赚钱 继续养家 如果不遵守 我们就要被惩罚 这些极左派的邪教分子 在推崇同婚 变性 恋同屁 堕胎 色情 他们把世界运行依靠的法则 圣经踢出校门 他们吸引更多的非法移民来到我们这里 冲击我们的投票规则 冲击我们的文化信仰 他们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 要按照自己的肉体私欲去生活 将他们领上那一条必死的道路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情况 但是这些被人称为政治 有的人觉得 基督徒不必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 更不需要参与在其中 因为参与了就是玷污了神的教会 这是属于世界上的事 第二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 周天按时去教会报道就可以了 更是有人拿着罗马书13章来找我们 说看看 罗马书13章都说了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政府的话 我们要完全的顺服 如果要是按照这么理解的话 那么这个圣经原则 跟现实发生的很多事情 不是冲突的吗 白宫和现在的教育系统 极力的推崇儿童变性 男生可以去切除器官 女生可以去切除胸部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顺服 如果不顺服 我们是不是违背了 罗马书13章的意思呢 在已经宣布新冠疫情结束的时候 还是在推行强制疫苗 不打针不能上班 不打针要被罚款 不打针要被开除 这样的东西我们也要顺服吗 这样的理论 甚至和圣经自己的话语 都是相悖的 真言29章2节说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罗马书13章不是说 我们都要顺服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恶人呢 那民为什么要叹息呢 圣经不能只看一半 罗马书13章 这里面列出了几个条件 告诉我们 当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我们才要顺服 第一从第三节开始 说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第二 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在这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这样几个条件是神的用人 神说我们要顺服他的用人 而且这些人是与我们有益的 那么很明显 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切除自己的性器官 告诉他 神把你的灵魂放缩身体了 你不是男人 你也不是女人 这样的东西不仅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 而且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害 包括所有左派民主党 现在在美国做的东西 有哪一个是对我们有益的呢 那当我们看清这些事实 当我们了解圣经真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神在马太福音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我们为什么是世上的盐呢 因为我们手中握着神的真理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盐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也就是说握着真理的我们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话 就会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就像启示录里面说的 Luke warm water 不冷不热的会被神从口中吐出去 神一再的告诉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真理在世界上是不可能被隐藏的 不管你现在给我找出来多少个科学家 你跟我来否定男人跟女人的定义 我们都知道 世上就是只有两种性别 不用你再狡辩 不用你给我拿出多少的例子 不用你再给我举出多少心理学专家 等等等等 那么不单单是这一个例子 神所有的真理都完全适用于这个世界 神的真理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人心如何败坏 人们所谓的有多么的进步 都是不能够被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点的灯 就是点亮神的真理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让神的真理如明光一样照耀 这样的明光 不能被我们只是藏在斗底下 我们不是藏在教会里面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这里吩咐我们要走出去 让真理能够照亮世界 当他们明白有一本书 记载了这个世界全部的运行规则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原来真理的源头 不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感觉 不是来自于我学校的教导 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掌控 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自由 断开枷锁挟制的真理的源头 是来自于神 于是他们明白了之后 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创造天地的上帝 虽然这些掌权者现在位高权重 但是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说 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 让我们一起做最咸最咸的盐 最亮最亮的光 最烫最烫的水 让神的真光照亮世界 好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